靠近北极圈的芬蘭城市罗瓦涅米 是圣诞老人村所在地 每年冬天有35万各国游客 带去数亿欧元的收入 但当地萨米人却有自己的烦恼 一起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罗瓦涅米市成为圣诞老人的故乡 不是因为圣诞老人真的从哪里来 而是因为这是北欧靠近北极圈的最大城市 距离北极圈只有4英里 人们通常把萨米人和圣诞老人的故乡联系在一起 是因为罗瓦涅米正是萨米人居住的地方 萨米人有自己的语言和传统 目前还有75000多人 如果9000年前 萨米人从中亚往北迁习时 没有走到北欧 那么他们可能不会因为跟圣诞老人产生关联 而吸引大批游客的到来 而萨米人非常重视保持自己的传统 他们觉得当地的旅游景点 包括哈士奇雪橇和冰屋误导了游人 让人民以为那些是萨米人的传统 萨米人对此很不满 萨米人拥有独特的服饰 圆锥形帐篷 迅露雪橇等很多他们引以为傲的传统 下回你有机会造访罗瓦涅米 不要忘记去看一看哦 萨米人 满月 泪 aci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